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7759.2 那今天的指数中间是纳指涨得最少 这个跟在上半年纳指涨得最多的情况是稍稍有一点不同 那随着业绩马上就要报告了 川普总统今天也飞往欧洲访问四个国家 好像投资人对于贸易战争所产生的 或者是会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又抛诸脑后了 请问汪润怎么样看待美股的这个投资的盘面 因为一直跟大家说过了50岁我基本上做长线嘛 然后前期也一直跟大家讲 美国股市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多就是中国如果说出现经济衰退 可能会对美股有10%到20%的一个调整的风险 就业报告一报完呢 美股昨天就涨了300多点 所以这两天纳斯达克刚才周小姐说 纳斯达克长得比较少 因为我刚才看了图呢 觉得纳斯达克100已经来到一个前期高位 所以呢可能现在大家观望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 我在今天盘中呢看到了CNBC 对于高科技股这一点啊 跟在标普500里面占的比例 以和几个分析师在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其中有几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值得我们深思 比如说像是FIN的六支股票 加起来就等于是标普500里面的超过90%以上 那如果除掉了这几个大型股的话 他们当然在标普500里面 还有在纳斯达克都占有非常权重的地位 好像是这个整个的标普500 其他的股票并没有带动市场上涨多少 这种现象那当然是细节中的细节 值得我们担忧吗 我觉得不用担忧因为第一美国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好 川普的贸易账其实最终会把美国的债务出现从密塔变成圣塔 就是出现美国政府赚钱的这个现象 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高科技呢 又对这个整个的世界现在面临一个新的 应该说很多东西都要更新吧 比如说5G啊 还有人工智能啊 这回都会刺激美国高科技业的发展 所以总体来看 我从大方向就是一直要买股票 不要不要抛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大喜欢我的这种说法 因为觉得这个股市就应该低息抛包 但是也有些朋友呢做成现的话 我觉得现在是还是坚决自由美国股票的一个机会 在马上就要报告第二季度的业绩的前夕 那现在也是很多分析师出来说 earning的estimate估计出来可能会成长20%超过 那么我的论调是说 在第一季度的earning也说会超出20%多 可是股市并没有涨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这一个季节要报告业绩 也是成长跟第一季度同样的多 而我们会预计股市会涨得更高呢 有这个可能性吗 有的 因为现在美国的基于基的这个EPS 就是美股盈利呢持续在低增 就像我讲的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呢 它的人口的增长 只要大家记住一个数据就够了 就是美国现在人这个失业率就业的增长的比例呢 要高出人口增长比例的50% 也就是说全民就业 所以刺激消费 刺激公司盈利 所以刚才我讲的现在很多高科技呢 面临了一个新的革命或者新的更新 比如说我们5G就要推出了 那5G的话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宽带应用 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对这个我们 首先对硅谷一个晶片行业 它的需求就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晶片行业被我抵作于房屋里面的钢筋水泥 或者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一个组成的材料 所以如果晶片需求一直很旺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高科技是要长 那么如果从中长期角度呢 我觉得坚决就持有美国股票 回调就是买进这样的 所以是现在任何市场要下跌的时候 就是挑选好的股票买进的时候了 好 那这个基调已经定好了 那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对于现在的总统他所做的事情 他所考虑的思路有信心了 他的民调也达到了高点超过了51% 并且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呢也高达53% 这个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现在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了 Bitcoin向大家要做股票 可以到很多方面去来找到这些研究的资料 很熟悉大家就比较觉得下单有信心 现在比特币要来学习的机会比较少 管道也比较少 而中文投资网作为在比特币交易平台 以及交易学院的先驱 真是有过人之能 是否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中文投资网以及手下的三大子公司 以后发展的方向 中文投资网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 就是说我带领的股东们向前冲 因为中文投资网是2000年就出来做美股教育培训的 那么由于大家都知道 其实过去的这个美国 它的整个的人口 华人人口就是美国加拿大的话 华人人口不多 即使在中国大陆 加上中国大陆投资美股的话 也不到50万 而且中国大陆主要是投资中国概念股 所以这个市场对于我们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讲 它并不是说特别能够带动 这个整个的市值向上涨 那我们在2015年以后 中文投资网回归到美国 因为我们以前大部分时间 从02年到2015年 都是在中国大陆是核心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 就是说2015年回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大型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做了一个CBD 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来找我 包括中国的资木股权公司 因为CBD今年非常非常旺 就是很多人投票 要求美国的药物管理局 去掉这个CBA第一号毒品的这个限制 因为说白了 CBD并不是一个大麻 它其实和大麻 就是像猫和老虎一样的一个比例 你说老虎 猫是老虎吗 肯定不是 但是他们小时候长得很像 但是过了6到12个月以后 就完全不是两码事 对吧 三岁的老虎的话就要咬人 但是你说猫和老虎是一起的话 那就不是很对 长得像并不代表 或者一个科系并不代表 两个很像 所以我们2015年首先推出了CBD 然后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个CBD并不是我的专业 我是一直在进行美股投资教育 昨天我看到一支股票 我们上市的公司的 当时我97年98年 我们第一家在 Orange County Irvine上市的公司 叫CMN Plus 代号是FLP 当时我们这个 来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最低这个股价跌到一毛一 周小姐 而且我自己算了一笔账 当时如果投资人在一毛一买进 一万块钱 现在都已经两百万了 一万块钱变两百万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不比亚马逊查 当时我们也上市了一个叫 Shopping.com的一个股票 也是亚马逊第二 大家都知道亚马逊涨了非常多 那这个Shopping.com也赚很多钱 我觉得我的专业是在这个金融投资 那么比特币的机会使我们相信 中文投资网将会给股东带来 很大的机会 那么我们股票代号是CRX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注册了投资银行 当然还没有等待批复 等待批准 那么我们想在美国呢 三年以后呢 我们也能够作为一个交易所 为这个华人朋友 以及乃至全世界的华人朋友 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在安心做这件事 同时我们在海外呢 在St. Vincent 加勒比海岛 我们推出了一个ICU168.IO的一个交易平台 现在投资朋友呢可以来拿我们的这个应该说叫糖果 很多人不大明白叫什么叫糖果 这是比特币区币圈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说可以给大家送一些币送给大家 但是这个币不会说产生一个 比如让你背成百万千万 那也没这么好事 但是每个人发糖果 所以大家注册ICU168.IO的朋友呢 我们呢都是送这个88枚 这个我们公司的就是ICU168的平台币 大家可以上这个ICU168注册 或者加我微信 窩人王2018 今天晚上呢我还送给大家一本书呢 叫一万财富不是梦 所以我带着大家小伙伴 现在我们在纽约有两个办公室 在洛杉矶有三个办公室 所以我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 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在往前赶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 你们还是做美股啊 还是做什么 我觉得如果再做15年的话 我窩人王还是做美股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 做家庭作坊的一个行为 但是如果带着大家能够建立一个 美国政府认可的一个比特币的 证券的交易所或者说一个券商的话 那中文投资网家不仅仅是几百万 几千万的市值 可能是2亿5亿10亿的市值 这种可能是还是存在的 对带着股东一起赚钱大钱 其实说句老实话 在2014年中文投资网2毛的时候 我买了不少的股票 但是我涨到2块7毛我都没有卖掉 为什么我不卖掉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小孩 我想和大家一起成长 我不想别人说老王你泡2块7毛我买进 你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买的价格是非常便宜 但是我不看重说这个几年有多少利润 而更多的是和我所有的股东一起发展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的 把这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做大做强 这是我的目的 我也不在乎说几年翻十倍 我要我们要把公司做得更强更大 能够真正在华人历史上写下一篇一个比较 可能周小姐也知道是吧 从几个人开始做一路是有很多人来评论啊 但是我觉得我不仅仅要做分析师 其实我上这个节目主要是宣传我们公司宣传长期投资 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在周小姐节目主要是分析股票啊 短期怎么操作啊 我现在更多的偏充中长期 因为周小姐如果问我短期有什么股票 我坦白的讲我真的是应该说没有时间 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做 但是我希望大家支持我 ICU168.IO呢大家去注册 我们会分给大家糖果 我们有一个币 大家只要注册我们的网站以后呢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钱包 我们就会把这个币打给大家 万一我们哪一天就是1月1号 明年预要预计 我们的平台币将在我们交易平台开始上市的时候 也送点钱给大家 所以从今天最近开始呢 我们不再送比特币 其实我们送出了很多比特币 莱特币、以太币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直送我们公司的平台币 我觉得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比特币交易平台 我们还有比特币交易学院 我们是唯一一个真正想帮助大家 在比特币区块链上面 为大家赚钱的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我们也有NewQuant168一个媒体 我们的比特币交易学院的网站代号呢 叫bta.io bta168.io bta168.io 这是我们网站这个比特币交易学院的网址 是这样的 好的 那我们知道了交易平台还有交易学院的网站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其他关于Digital Currency的基本的问题 好吧 Warren还有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稍作休息片刻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九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 先必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renWayne2018 WARRENWANG2018 资深贷款顾问张力 清华本科 从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 短期利息增长加速 分析买房重贷的技巧 不查收入的贷款计划 中文投资网讲师Brent及Kingsley 讲述比特币交易学院 交易平台开始使用 投资人如何参与 保险理财顾问Simon True 讲解融资倍增规化 提前退休 享受免税退休终身收入 7月14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 LEE At LEE ZHANGCORP.COM Lee At Lee ZHANGCORP.COM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le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共8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Q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老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湿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炎炎夏日 美味尽留唇齿尖 老赵川菜 味蕾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饭店 Mountainview San Mateo Mupitas 欢迎订做来电堂食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也于San Mateo 正式开张 全美也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Warrant 你好 你好 中文小姐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那中文投资网呢 是开放他们所有的 可以跟投资朋友 联联系在一起的 不管是在WeChat啦 或者是公司啦 或者利用电话号码的方式 有这样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找到 所谓的Customer Service 里面的真人来问问题 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说Warrant 请告诉我 Cryptocurrency 还有Digital Currency 它的价值何在 您是怎么样来回答 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比特币的价值 大家要回过它过去的 产生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目的性 就是其实当时是 我们面临08年的金融风暴 当时有一个化名为中本冲 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 中本冲的本人是谁 当时他看到我们的美国的金融世界里面 就是有很多不透明性 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个虚拟货币 因为就是我们老百姓 除了这个黄金以外 它还需要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多 大家希望就是有一个电子货币 因为大家其实都要解 你想想 现在我们大家都不看报纸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紫币呢还存在 所以我们虽然有信用卡 这种电子的方式 或者虚拟的方式 但是电子黄金却依然没有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 类似电子黄金一种算法 完全和这个黄金的 这个整个的换算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比特币的价值第一 产生于说 它是一个大机账本 它没有办法被 这个某些利益集团所改篡改 然后呢 它的由于它的供应量 非常有限仅成为 2100万枚 所以我认为比特币 它不会改变整个法币的基础 不会动摇人民币和美金的 这个法币的基础 但是它作为老百姓它是一个可依赖的收藏品 它依然可能会被老百姓收藏 所以我觉得它的存在的价值是抵抗这个通货膨胀 抵抗这个央行的泛滥发钱 就像中国人民政府最近在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呢 他们发现了4000亿的人民币的债务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印了更多的钱 也就会造成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贫富悬殊 差距很大 所以就是老百姓除了这个买电黄金 来抵御这种通货膨胀以外 它也可以考虑比特币 所以从比特币的一个本身的基础 它其实是一个电子金融产品 所以我认为它的未来的收藏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作为中文投资网 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所 比特币的流通性的一个供应商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 因为我们包括我本人对于各国央行做的这种 不断的稀释本身的自己的货币 而造成的这个通货膨胀和股票的一种假繁荣的 这种情况来看我也是深恶痛绝 所以我想能做帮大家的 就是创造一个电子黄金的一个交易的方式 假设中国老百姓每一个人 因为最近中国由于它的美元的储备越来越在减少 其实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所以它的美元储备并不是真正的流通 所以现在中国为了减少自己的美元储备的减少 就不让老百姓汇权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其实在2013、2014年就已经看到了比特币的巨大潜力 比如说有些孩子在美国读书 家长就是汇钱汇不出去 因为银行里就是会要你提供很多文件 白班的阻挠 不让你会换成美金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年纪比较开放 就是年纪比较轻 脑子比较活的话 就买一个比特币 划给自己的小孩在美国兑现 就把学费给拿出来 不需要像世界日报说的 要到加拿大开一个空壳公司转来转去 我觉得这就是对比特币不了解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件事是在做一个时代的潮 用潮而更多的是帮老百姓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的好的 明白了这个价值所在 这个是从宏观的角度 而不是从很很 Nero的一个角度来看到整个金融 真正金融体系的未来 介绍一下ICO168.IO 还有BTO168.IO 我们如何利用 首先讲一下如何利用这个交易学院的平台 交易学院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很多人对比特币他不了解 那么他需要上课 那么为了我不敢说在全世界 我只敢说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在美国北美加拿大 我们真的是比特币教育机构 所以我们创立了一个叫BTA168.IO的课程 大家呢可以上这个网注册 就可以获得免费30分钟的一个视频 来告诉你比特币是什么 有的人觉得比特币 现在行情不好啦 其实大家看一下 2013年它的开始的价格呢 是不到1美元 后来涨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2万美金 现在跌到6300 6800这个范围 我觉得最终的大的趋势 大家看到其实还在上涨 所以想了解比特币的朋友 可以上BTA168.IO 那么很多朋友很好奇说 Warrant为什么你们的网站会叫I.O 这是什么意思呢 I.O是这样 因为很多工程师 像我们硅谷的很多工程师都知道 其实因为在DOTCOM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域名已经被注册好的域名 所以I.O是这些工程师喜欢用的 或者说比特币区块链 这个交易平台 或者说交易机构喜欢用的一个后缀 那么I.O的话 它的全名的意思叫Indian Ocean 就是太平洋岛屿 那么其实你可以注册很多很多好的域名 所以现在在这个比特币这个世界 大家用后缀的I.O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域名呢 也非常容易叫Bitcoin Trading Academy 前面三个字母的缩写 加上168 因为我们所有的ICU 168 BTA 168 Nucoin 168 都是我喜欢用的168后缀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 特别是在中国地区 英文好的人真的不多 他们喜欢用一个数字好记 一路发 而且给大家这个未来的投资 就应该说给了一个很好的祝福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上BTA168.io来注册 获得我们免费的这个课程 如果大家对网上课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随时报名 我们在很快的 我们将在亚洲四大地区 台北 香港 新加坡 以及马来西亚四大城市 进行巡回的讲座 我们的讲师有一共呢 总共现在有七位在职的老师 给大家从101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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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就像大学的课程一样 不断的教授大家这个比特币入门 而且这个课程非常便宜 299我们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也购买了这个我们的课程 299美金说明大家是可以 完全是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课程 的确是 其实有很多热爱做 cryptocurrency的朋友 一路以来都在YouTube上面 一直不停地寻找 有哪一个institution 或者哪一个individual 可是由于中国人 您的英文再好的话 听到很多专有名词 然后用英文传输过来 我们自己的comprehension的level呢 还是比听中文要来得低 所以现在有一个用中文来教育 我们用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等等的概念 名词以及应该懂的101 201 301等等的基本概念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开户 做交易 好那这个是bta168.io 这个已经正式问世了 对吧 是我们现在中文投资网的四大部门 全部已经在线 除了这个我们投行叫Donald Capital 叫唐纳德资本 这个还在pending等待Fingrad approve 然后我们的交易平台 ICO168已经上线 已经接受客户存款交易 我们今后会推出更多的货币的币种 比如说像EOS 比特币现金等等这种货币 然后我们也会上一些ICO的币 这个已经全部上线 然后我们的交易学院 BTA168.io7月7号已经上线 然后Newcoin C168 我们现在在国内 在北京上海都在开始准备真实的招聘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办公室 所以我觉得四大战线已经全部铺开 我觉得中文投资网 虽然我们的股价CIX 因为大家对于比特币的一个热情的减少 很多人都很怀疑 我觉得比特币才刚刚开始 它还未来还有10年20年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而且我认为政府的监管 以及比特币跌一项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要把这些意志不坚定的这些投资人 让他出场 我觉得下面换的就是更多 对比特币有信仰有热情 或者相信这个区块链超级大战本 有非常大潜力的 这个投资人进场的话 我觉得比特币一个更大的一个上升 特别是现在中国的情况 我在前几期节目都讲了 但是大家都觉得老王都是狼来了 不可能 我觉得就是08年没有人知道 这个美国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金融风暴 我想能够先知先觉一定赚很多钱 而且一旦成名像保尔森等等这些著名的投资专家 他们在危机当中都涨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比特币它的上涨空间 未来一定非常大 现在就是一个熊市的话 也是大家有一个机会 就像我97年投资这个亚马逊 如果你当时97年投资亚马逊 10万块钱现在都上了一个亿 或者投资我们当初的Simulation Plus 我们叫人工智能的药厂的人工智能自负 这一支股票最低跌到一毛一 今天已经是23块钱 大家想想投资啊 这个是很有魅力 其实最后要解 我昨天想起这件事呢 都是激动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人还着迷于短期的波动 但是我觉得长线呢 真的是一个想象 想的都很甜蜜 就是如果你很坚持对一个投资公司 或者对一个产业有保有那种热情激情的话 我相信你的成功的话 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轻易的 而且改变你的整个的财务的状况 给你带来财务的自由 以及各种物质的享受这样 沃瑞经常都听到分析师说 哦在basic material这个方面呢 最好是不要超过自己的总共的 portfolio里面的十分之一 我现在大胆的问沃瑞一句 在自己整个的准备投资的这个金额上面 您认为拿出多少个percentage 来做cryptocurrency的related的这些投资 是比较合适的 我觉得5%吧 大概2.5%到5% 现在还有一件事呢 是一个可能对币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 就是整个证监会呢 正在对美国集合者委员会推出的ETF呢 申请了准备有一个动作 就是到底批不批准这个Bitcoin这个ETF进场 这个将是一个改变整个比特币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证监会在不断肃清比特币ICU这种不合规 或者一些诈骗行为以后呢 非常可能批准投资人啊 购买这个比特币的ETF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带入大量的资金想进场 但因为大家都对这个比特币的储存安全背道 都有很大的 concern 但是如果能够用法币通过ETF的方式来入场的话 我相信投资比特币的人就会非常多 所以我建议呢 对于一般的投资人可以用5%来做比特币的投资 95%来投资美股啊 这也是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洗落狂 你投资这一点亏了一两万 也不会说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但是万一成功了呢 就像马云一样 你要有梦啊 万一成了呢 是吧 我觉得两枚比特币大家还是需要买 听众朋友今天在听到我们的节目 如果大家对于拿到这份礼物有兴趣 请再说一次礼物是什么 然后透过哪一种方式就可以获得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册ICO168.io 我们今天的正式让大家的发币 我们不再用积分 就是你如果注册的话 就是88个我们的这个NUKONS168的平台币 如果您介绍朋友的话 我们还送你88这个每一个币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币会交易呢 我们预计在1月1号能不能交易 我们相信肯定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交易平台 所以我们这个基础上没有问题 把我们的币进行价格 价格进行就是让它可以交易 不需要像以前这个很多朋友说 那么这个币的价格是多少 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因为这个区块链本身就是一个社区群 就像一个教会 它需要很多人的就是不断的去帮助 不断的捐献 不断的把我们这个社区呢做得更大 那我们社区呢就是希望投资者教育 投资者服务来提高大家赚钱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社区 大家要帮大家来把我们这个中华人的这个区块链 这个投资区块链这个群做大 然后用户增大 然后我们的币就会升高 所以这是决定我们的这个币 到底是值多少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登记 RCO168.IO就可以得到 这个由中文投资网自己发行的币种 如果大家想要得到亿万富翁 不是孟一书 加Warrant王的微信号 WarrantWayne2018 是我的 我是这个 RCO168.IO的首席客服 您今天加我微信 Warrant王2018的话 您还可以获得我的这个比特币 除了这个是说 除了我们平台的币以外 我还会送大家一本书叫 亿万财富不是梦 我的长期投资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 我会送大家一个 就是AI自动人工智能的一个晶片股的一个名单 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 36页 非常感谢Warrant 谢谢你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Bowford Day Spa 有美容专家Grace 治疗各种黑斑暗疮及暗疮疤痕 抗衰老 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纹绣韩式眉毛 美铜线3D风唇 Bowford Day Spa 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4314 Moor Park Avenue Bowford Day Spa 让你永保青春 永远美丽 Frank Liu 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 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andyville 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 Frank Liu 积极开发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对接买方与卖方的 地产投资交易平台 RERPA Framework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 Liu 1268 atgmail.com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平台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o Loan 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1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 共8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过电由infoatgmccloan.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到了Andreau B时间 Andreau你好 周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在最近可能大家对于全球的贸易战 当然各个国家都在尽他的权利来斡旋 可是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发言 就是说他们已经禁止MICRON的半导体的这些晶片 进口中国 结果造成纳什达克下跌的非常多 可见的这个贸易战还是蛮惊心动魄的 那这种情况如果一直维持下去 对于利息来讲是应该是好的吧 就是它不会再增加了嘛 对因为但是通常一样Summer嘛 Summer一般的很多人都在Vacation嘛 因为股市好像有波动 但是债市好像变化并不大 哦 银行那边也没有太过多的调息 当然利息虽然说跟经济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最直接影响 还是市场的trading的这个走势有关系 所以你觉得trader很多人都去度假去 对所以trading的volume减少了 自然的这个利息的变化也相对 回不足道 对对没错 所以通常像我们决定lock利息 通常在这种long weekend的时候 有时候就可以再等一下看一下的样子 但是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六月份的南方payroll的这个报告又出来了 这个通常会对市场会造成一些的 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市场投资人还是对工作市场的状况还是非常观众 对对对 ok 原来如此那其实要在往年在independent day的国庆日之前的交易日都是蛮喜庆的都是市场会上涨做收但是比较例外这个例外呢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于美国的晶片的公司完全block它进口 我觉得这个气氛呢如果蔓延到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像intel啦等等做晶片的公司整个的高科技股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在很注意关注这件事情 可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讲其实贷款的人觉得经济好利息就会涨 经济不好的话利息就会跌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贷款的人可能正在等这个机会啊 对确实是这样经济上涨自然嘛这个贷款利息直接跟债市有关系嘛 如果股市很强的话债市自然就会变弱嘛所以利息也就会变高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的一个反应从最近的市场来看呢因为最近虽然这些贸易战有关系啊 我们看有时候股市每天会有几百点的change啦但利息相对来讲因为这些虽然是也蛮重要的 但是很多investors把这些东西会看成一个比较短期的影响 因为这个贸易战嘛就是两边都会你进我退 都会找一些东西出来然后现在看起来是硬碰硬的 对像硬碰硬但我想这个未来来讲总会双方还是会找到一个合作的一个 或者找一个台阶下对对对我想这种贸易战不可能说持续很久了 对现在经济环境不会像以前政治战很大的像以前那个俄国跟美国这种冷战 这种已经不大可能会发生了 虽然是很霸道啊 但是他也是很会看整个的股市的反应或者是信心的削弱 而一见风转动就会说出一些比较和缓的话 没有错就会让这个局势稍微疏解起来了 对我想从大选所以基本看出了他的变化是很快的 今天可以完全是在不同的180度转弯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我想应该不要太过担心这个 是好那我们回到贷款的这个主轴上面来 所以现在的房贷的利息事实上变化并不大 对OK并不大的情况也不会说该看房的人就不看了 他要买房子的人或者卖房子人这是他心头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他还会继续的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在下半场会讲到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现在贷款利息稍微升高一点 有没有阻止了人们买房子的欲望 我想最近可以从这个像湾区这边高端的市场 大家会看到一个slow down 最贵的房子 最贵的或者说是有些中间的地区 就是说最近涨幅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相对来讲当房价涨幅很大的话 buyer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这个价钱 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的 不可能你的收入会一年涨10% 不不会吧 你听到谁会这样子嗨人告诉我一声 对啊所以像这些比较 medium income family比较多的这些地区 相对的话市场就会出现一定的slow down 就当这个房价上升过快 有看到这种情况 对对我想因为seller来讲 他的expectation会很高嘛 因为现在我想每个seller都想我的房子上市会有multiple offer 大家会overbeat 但是在很多地区确实也蛮难的了 对很实在的卖方现在已经不应该做这种要求了吗 对我想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理智的一个分析 就是你的房子大概价值多少 不光是要从你最近的sales来看 也要从买你这个房子的主要major 主要这些buyer他们的这种income level来计算了 并不是很多地区就像帕拉奥特或者说他们的buyer你是 location无法改变 对另外一个他们的buyer你是无法估算他们的到底income level有多高了 但像很多地区呢像我们收到offer或者说我们去offer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客人他们的income level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他们加价的percentage也是也不可能是很高的 所以还是要务实一点 对没有错 OK那贷款方面您建议现在换program吗 对如果说您现在是arm的话 其实现在基本上你最好是submit application等的一个利息 抓着一个好时机再lock一个arm的 或者说把它convert成这个30年固定啊15年固定的样子 如果是屋主自住屋 那如果是投资物业 您也赞成这些refinance或者买房的人把贷款的目标定为固定的利率吗 长期固定利率 对investment property应该是你最好能带30年固定就带30年固定 虽然你不会拥有这个property很久 对但是因为利息比较低 因为一个是总体来讲利息比较低 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后refinance做no point no cost refi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就是说你不会像这个primary home一样 你比较greSQL可以用arm啊可以经常refi 一般investment property 特别是现在利息还不算很高的情况下 你就带一个30年放在那边不动就好了 哦明白 好那既然讲这个利息啊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利息在屋主自住屋 如果是purchase和refinance到底是多少percent 现在总体我们看虽然这个利息 大家讲上涨上涨已经很久了 但现在30年固定还是在4点多 4.5啊这个30年固定这个范围的 比较低的范围内了 就说基本上很多的homeowner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因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4点多是固定30年的 那么你每年的inflation 现在当然两个percent 所以你看你实际上付的 实际的利息并不是太高了 我相信所以就说 如果你可以贷款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贷款 虽然你付4点多的利息 那你这个钱剩下的钱 去做其他investment 其实就是蛮容易可以打拼 或者说多赚一些了 好所以现在的思路 必须要从这方面来计算了 对就是我想这个传统上 特别是我们亚裔嘛 我们的传统的理念就是 我不愿意去欠债 我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把房子贷款尽快付清 但是虽然说这个观念不见得对 但是你有本事 把自己的房贷都付清 还不容易了 对啊 但是有一点 我现在也是看到 蛮多客人比较struggle 就是说比如现在 有蛮多客人 比如他在Palato 或者在Cupertino Sartoga 用房子free and clear的 那现在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嘛 变成他没办法再拿到钱了 他空拥有一个 很高equity的房子 那另外他如果现在想卖的话 他要交很多capital gain进去 对 所以就变成说 你的资产在账面上是很庞大的 但是确实非常 F&T rich 对 Cash poor 对没有错 那这种人呢 或者很多人要面临退休之前 一定要把自己的房子的净值部分 去做一个很大的line of credit 放在那边以为不识值 对或者说 That's why很多人喜欢说 多投资几栋房嘛 比如我有100万的话 我今天最好是我用100万去买 三栋四栋房子 可以做到哦 对你比用100万 然后付卡式买一栋房子 要聪明的多 但是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在自己有income 可以被qualify 可以带到款的情况之下做 对 所以就是说 当你在比如30岁到50岁之间 这是你的career 或者你的职业 逐渐到高峰的时候 那你基本上要 real estate方面的这种planning 你一定要做好 就是你的equity怎么样去摆 然后怎么样去投资 因为这涉及到你退休之后的一个状况 因为退休之后 你再去adjust这些东西 变得就非常困难了 是 好的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找到Andrew B 请用text message到408-781-8898 781-8898 或者是电邮到 andrewatlongontime.com 好 我们贷款的部分就讲到这里 接着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房地产的现状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Max Row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ow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ow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 Row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ow Cupertino 请洽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新翼旅行社 Mar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 Mar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机场接送新翼旅行社 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董燕杰SVRE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地产买卖 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1加1双重保障利息又涨了 开户红利7% 让您本金10万 马上变成10万07千 保证每年7.5%的增长利率 10年不变 保证终身收入 最特别的是长期护理收入 如果您出现长期护理状况 可以马上领取双倍income 比如终身年收入1万 护理年金马上拿2万 详情请咨询 Sabrina Chen 列号415-602-0347 415-602-0347 红伟中医 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 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 红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 位于Sahose的 红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w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所谓这个市场就是说 summer doldrum 就是很沉闷的 对 现在呢 买房子的人 其实7月还是一个 可以找到房子的月份 还是还是有在卖了 但是你确实就是感觉 夏天大家都是比较懒散的那种 哦 这市场也是比较 还是因为踢足球 我想都有了 另外最主要 学校刚放假 我想多数的family都在 planning这个vacation 先松一口气 对 先松一口气 所以这个今年也 没有什么例外 就是说 跟网人一样 对 到从现在到这个7月底 到应该都是蛮slow的 就是市场的inventory 比较少 同时buyer也会 就是说相对的比较slow一点 但是很serious 要买要卖的人 还是在继续在市场上行走 对没错 还是很多的buyer 在市场上看了 如果你的房子很好 或者说location啊 价位都比较合适的话 我想这个buyer 还是比较aggressive去 并且买方他也很聪明 他想说 你们懒散的时候呢 我的竞争就比较少 如果只要有好房子 适合我的 我就下手 对 其实这是非常一个 好的strategy 就是说 这个通常有些buyer 像我带一些buyer 有的时候 怎么讲的 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这房子说 在市场上很久没卖掉 很久是多久 超过一个月 现在超过两个星期 他还在active 没有offer date 基本上就是 算是很久了 算是很久了 Oh my goodness 所以其实 房子在市场久 并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对buyer来讲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好事 因为本身 每东房子对每个buyer 它的value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那就说 当你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房子 虽然在市场很久 但是对你来讲 有足够的value的话 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去bargain 去get a good price 真的是这样 对 因为如果一个房子很好 你十分 然后非常满意的话 我想你最终一定是overpay的 这个市场上 我也喜欢这个字 overpay 对对 因为你不overpay 你拿不到这个房子嘛 所以我想就是说 特别是在换屋 或者说特别是你有 比较specific需要的房屋的时候 你倒不妨去看一下 这个在市场比较久的房子 然后仔细看一下 它的这个缺点在哪里 有的时候这些缺点 是很容易可以改的 就是可以被correct 对 你花些精力 但是你可以拿到一个好的deal 现在市面上 买房子只出20%的cashdown 是不是buying power的 算是比较弱的人呢 对 是哦 对啊 因为你20%down 一旦你的appraisal做不到的话 你就变成要多放钱进去 或者说你要pay market insurance 现在大家都在 我想这个很多buyer 在看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我想这个 我们就不谈说去其他州了 我们就看湾区这个地方 其实上我觉得还是蛮多机会的 哦 且介绍好机会 这个就是说你还是要 大家都在看啊 因为支撑班去市场的 当然就是这些高科技公司了 这些高收入人 他们往哪边去走 自然这个房价会往哪边去 我想大家前一段都看见了 这个google在San Jose down town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嘛 是 但是San Jose的房地产 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而飙高了很多 对 现在也是那边 可以说从condo 到single family 特别很旧的房子都在涨的 最近都蛮高的嘛 所以你可以说San Jose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看湾区这个地方 就是说从交通上来讲 或者从这个未来发展来讲 往南走还是有一些空间了 以前San Jose走到Evergreen Evergreen Seward Creek 这是蛮新的地区 当地的房子都比较大 比较新的 你在万南走 像Morgan Hill 这个都是土地资源 还是有蛮多的 就是说这个 往那边走的发展 还是更有前景一些了 因为你现在想 往北到San Francisco 那就到边上了嘛 那你往东走的话 毕竟一个交通的问题 所以万南走 我觉得还是有些机会了 另外一个 你要考虑的就是说 未来讲不光是公司的一个发展 更主要就是一个家庭的发展 因为当家庭人口增加的时候 一定是需要更大的房子 更大的空间嘛 那你现在像Sanivill 像这个Cupertino 很多房子出来 都是非常小的 那么它自然之后 它的这个生殖空间 会受到一定的局限 真的是 八千尺的 那到了Losalto 就是四分之一亩的 对啊 但是Seller也要求 当然就是会比较高了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现在湾区呢 虽然价位很高 但是可以说每个地区 它们的风格 或者说前景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 所以我建议就是 八一人你还是多看几个地区 多分一下当地的发展 特别了解一下这个地区 有的时候就这几条街啊 几年的发展都蛮不一样的 所以说要很仔细的看 对对 要分大区的中区 中西里面的小区 小区还要看哪一条路 对 还有南北路等等的 对特别现在很多很多地方 有新的shopping center 新的就是等于city的 amendity 对对 有在变化 那这些都会相对的影响到周边的这些房价 所以呢 八一人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 还是跟您的agent 能够work 把这个地区不光是了解这个房子 或者价位的房子 而更多的了解这个地区 最近几年的一个发展状况 跟整个湾区的这些经济发展 就是说看看他们的内在的联系在哪里 现在都流行smart city 那现在每一个city也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smart city 既然这个房子的价格 还有它上升的潜力 跟这么多小的地方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您觉得如果一个买方 他今天说我中半岛也要看 南湾也要看 东湾也要看 那么他找各个地方当地的agent来看 不同的房子 这么多的agent都为他一个人服务 这种态度您觉得如何 我是不建议你每个地区找一个agent了 其实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agent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你找agent的目的是什么 有些人是买房子很有经验 他找agent是帮他写offer 帮他去handle这个process 这是一种类型 你可能要rebay或者要怎么样 更多的这个buyer是需要经济给他一个opinion 或者说帮助他figure out买什么样的房子啊 做选择的 这样的话如果你有找很多agent的话 你可能会收到不同类型的这种信息 可能你会变得更难以做决定了 因为本身 互相冲突 互相矛盾的讯息 我想就是说 如果你去Arizona或Las Vegas 当然你要找locate agent 当然如果你在Bay Area几个county的话 其实你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agent 应该就足够了 因为本身这些信息 我们都是可以拿到的 另外从心理的角度 像我有些客人就是这样子 就说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找agent 你不希望找一个人天天push你去买 去go through这个sales 有时候我跟客人讲就是说 我今天虽然是realtor 我是一个sales 但是我并不是简单去帮你做sales 而是说 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更全面 或者更准确的信息 帮你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而不是说 每看到一房子 我就push你去make这个sales 所以有的时候 当你在选agent 你要知道说 第一个你对买卖房屋 对market有了解有多少 你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信息 或者说有人帮你做这个决定 就像您去商店shopping好了 有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你要穿什么样衣服 你要什么样颜色 什么牌子 你可能不需要太多sales的帮助 对不对 那你可以直接买就可以了 但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说 我要买什么样衣服 什么样款式最适合我 你不希望见那个sales 见到你就是拼命说 买吧买吧买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 确实像我买衣服这么多年 我到了某些店 我也是希望找了一个对服装非常了解的人 对对 他可以推荐 因为衣服放在那边琳琅满目 我怎么挑嘛 对没有错 我们有时候在不管你买衣服 或者买车子买任何东西 有的时候你需要 并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 而是说别人给你一些input 你会帮助你去go through 这个process 是那现在要做realtor的人一定要有更强的knowledge 才能够让客户觉得他那个地方每个地区他都懂他都了解哈 对我认为一个是你对local一个好的意证来讲对local knowledge 这是一个最主要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对你客人有足够的了解 就是说我这个客人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客人比如我今天可能您了解衣服您了解时装 可能今天一个您的朋友去买一个时装 你可能觉得这个根本就不适合他嘛 对不对 但是我都不敢讲 对呀 但是我们作为agent来讲有的时候 要提醒 要提醒就说我要把我真实心里的这种这种想法告诉我的客人 就说哦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那我是一个客户我就很appreciate 这种agent他能够告诉我 对对就说指正我想法的错误 对所以有的时候像我来讲 我觉得我最满足的是说你不是说这个sales go through 而是说这个客人说哦这个我们做的决定是非常对的 买这个房子最常对的 或者不买这个房子是非常对的 实际上我听到这个话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 最 rewarding 对对对没有错 因为实际上你是在帮客人 因为本身我们并不是纯粹的sales 而是一个consultant 对意思就是说你在帮客人做选择做决定 尤其是像loan on time这种公司又有贷款部门 又有房地产部门那好我们的节目大概还剩下20秒钟 请简夸的给我们讲一下2018年下半年的房地产试堂您觉得会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从房市价格也好或者说贷款利息也好应该是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 就说会hold在这个level会停滞一阵子 一阵子 对呀所以现在买房子呢基本上你目的是说买下来会hold这个房子 并不是说买了去sell就可以马上make a profit 但是在这个阶段应该还是值得去买了 是好的那么听众朋友其实买房子是人生的最大的资产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笔的财产负债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的经济状况还有地缘政治方面呢是闹闹哄哄的很多事情的发生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安啦这个事情总是会平静的解决 对而且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湾区这么好的地方 确实我们真的不该有什么complain啊是感谢安主好的 安主联络的方式是tax message到4087818898 在房地产以及贷款方面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您就是贷款或者是real estate的agent 想要考虑一下join安主的公司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致电make一个appointment来当面谈谈4087818898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 intra 判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